英雄卡普全技能机制介绍解析 这一波克老拿到这个角色绝对爽翻了 航线为克老提供了首个拥有双揪的角色 这个角色的红色揪奥翼 不管对面有多少血 只要命中直接秒杀 英雄卡普有两个隐藏的小奥翼 还有一个常态的小奥翼 同时这个角色还有三套普通攻击 三个1技能 三个2技能 以及三个子技能 记得点点关注点点赞 咱们这期视频呢就把这个角色讲个明白 最重要的一点是 如果在克老打PV的时候 感觉闪不够用了怎么办 没关系 咱们卡普还能几乎做到无限闪 卡普这个角色呢 只有利用机制闪避就可以了 而对面放技能考虑的就要多了 不要着急 这个角色身上还有很多东西 咱们后面解析一一说明白 这次的英雄卡普主打的表现就是铁拳 刚刚看了那么多技能和小奥翼 其实都不是他的核心机制 英雄卡普这个角色的闪避呢 就是海军六水里面的T 这次这个音效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这次给他加入了三套非常夸张的普通攻击 首先是常态的普通攻击 霸体这一下呢 可以点击遥感位移 如果不点击遥感 就原地霸体的一拳 给大家打两套看看 这个霸体的一拳旋转呢 也是能躲援助的 如果操控得到的情况下 还能扭掉对面的位移 第二套普通攻击 在每次机能释放的前腰阶段 或者蓄力阶段 点击遥感 可以产生一个子机能 子机能一开 霸体状态 铁拳卡普全权到肉 如果是我们在李安招的时候 不小心按错了节奏 按住查案普通攻击了怎么办 没有一点关系 恭喜你解锁了第三套普通攻击 铁拳状态下 查案普通攻击可以有一个过肩摔 把对面摔出去 而且这个摔是无限的 增益状态存在就可以无限用 拿到这个决策之后 就不用担心普通攻击节奏的问题 不管是长按还是短按 只要摁出来都有霸体 卡普的一二技能都有能量条机制 我们点击这个技能会长按一直蓄力 在蓄力的过程当中 点击摇杆可以直接打断 大概需要十秒钟的时间 就可以进入红色的霸体状态 一技能红格解锁隐藏的一技能奥印 二技能的能量条红格 可以解锁二技能对应的小异 两个技能都进入红格状态之后 9奥印会变红 这个时候不管对面有多少血 使用9奥印命中可以直接秒杀 这期视频咱们先根据能量条机制 介绍下它的小异 后面再来单独介绍技能 红格状态下点击一技能 木鸭小异可以产生这个小异一拳 这一拳两万血 同样蓄力红格的状态下 点击二技能木鸭小异 一个非常霸道的拳突攻击 伤害一万六 在本场对局当中 不管是一技能还是二技能 这个红条奥印一旦使用之后 这红条就消失了 想要再次释放 就要重新蓄力到这个红格状态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一技能蓄力到红条 然后二技能也蓄力到红条 这个奥印会直接变为红色奥印 红色奥印命中直接秒杀 几乎每一局都能蓄出红条状态 不管多少血被这个红条命中直接秒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卡普常态下的正常小奥印 当然了 比较紧张 激烈的对局情况下 这个红条一般还是很难用出来的 给大家看一下卡普的正常小奥印 接下来呢 咱们来聊一下他的一技能和二技能 一技能有三种释放方式 能量条一共有三格 不管是一技能还是二技能 三格能量分别对应着三种技能 卡普这个一技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 蓄力三格就是攻击的距离更远 然后如果迅满的情况下 最后攻击的那一拳是附带霸体和武装色 当然了 如果你长按十秒钟的蓄力 会进入到红色的状态 把这个能量条点满 也就是咱们前面说的 这个时候可以木压释放隐藏桥 咱们在拿到这个角色蓄力的时候 如果是摁摇杆 可以直接打断 获得一个无敌闪臂 而且这个能量蓄力的条数还在 下次释放 可以直接释放对应条数的强化技能 一二技能 这两个能量条这个机制通用 一技能 不管命中还是没有命中 产生的这个此技能都是过肩栓 自己手动主动打断的情况下 会直接给个开启铁拳buff的技能 咱们点击二技能 卡普会搬出一块岩石保护自己 可以抵挡对面的位移技能 如果是卡普自己把这个岩石破坏了 还能变成飞行道具 用这个岩石的碎块击打敌人 卡普的二技能二段蓄力呢 前方一个扇形的判定范围 这个范围之内的敌人是出不来的 可以在板边的时候把对面锁进去 然后咱们直接释放小意 让对面躲无可躲 这个技能压其实还是比较好用的 把对面卡进去 这个形态下三续的二技能 是一个超大范围的扇形伤害 极限距离呢 我给大家卡下 大概目前站位的这个位置 我们把它去马 前方可以掀到 掀到之后这个此技能可以直接命中 这个此技能很厉害 就是人还在空中的时候 伤害判定就有了 也是不管命中还是没有命中的 只要划这个二技能 打断就会有这个此技能 一二技能主动打断的情况下 那个buff的铁拳大家都知道 接下来呢 咱们来介绍一下 它的激动技能和援助技能 激动技能一 轮转大摆锤 这个技能呢 前半部分是霸体 后半部分是锁定技 这个摆锤在摆的过程当中呢 也是有判定伤害的 命中敌人之后会产生一个大眩晕 不管把对面轰得多远 技能都能接上 轮锤的这个判定范围是比较窄的 一般情况下 比较难命中 另外一个激动技能 只寸命中会有时停的效果 而且这个技能套效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个激动技能和上一个激动技能一样 在命中的情况下 这些技能还是比较随便简单的 援助技能呢 也是一个这个激动 不过呢 会有一个智能锁定 咱们在主动进攻 还是被动防守的情况下 释放这个援助技能都可以打到 好了 那本期关于英雄卡普的全技能机制解析呢 到这已经结束了 这点点关注 咱们下期解析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 咱们下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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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